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947集 前站 白玉堂说着 突然在棺材的底部摸索了起来 最后真的找到了什么机关一样的东西 按了几下 接着整个棺材从中间部分一分为二 上边那一层往旁边挪开了一点 露出可供一人进出的空间 里头竟然是空的 众人盯着棺材都愣住了 这棺材原来有两层啊 难道这棺材抬进来的时候 里面有两个人 可是棺材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 如果里头有人 那不是活埋在地下 万一我们过很久才去 那不是闷死了吗 包言觉得不可思议 众人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应该不会是一开始就在的 那样太冒险了 谁知道玉堂按来按去 会不会把下一层也打开了 所以是后来溜进去藏进来的 有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溜进开封府 打开棺材的底层躲进去 然后就在刚才 他先把金山的尸体搬走 放进金家老宅 然后再回来 躺在这间金山躺着的地方 等庞育企业他再爬起来 跑去杀了翟华偷走他的包袱 然后消失不见了 众人都皱着眉头想着 这个的确好像 有些离谱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再说了 要多高的内力 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 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去 还扛着尸体 众人都摸着下巴想不通 如果这里只有他们 那人家又是个高手 没准真能办到 可别院里住着英侯 天尊 吴沙大师 吴依霍 红九娘和黑水婆婆 谁有本事在这六大高手的眼皮子底下 进进出出 而且如果真有这本事还躲什么 众人想得一个头两个大 包整剑天都快亮了 就吩咐众人先去休息一会儿 养足精神明天再想 别钻牛角尖 此日清晨 白玉堂在一阵笑声中醒来 坐起来就见对面床 展昭不在 院子里是小四子和小梁子的笑声 白玉堂摇了摇头 这开封府一直都有诡异又惊悚的案子发生 展昭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估计睁开眼就去查案了 小四子他们来了之后欢快了不少 想起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命案 再听听孩子们爽朗的笑声 心情的确没那么沉重了 等五爷走出房门 就见今天是个大晴天 艳阳高照 院子里小四子和小梁子 还有展昭 正逗小马鞠玩呢 小马鞠越长越精神 言必不愧是马痴 把他照顾得极好 看着阳光下白毛如云 红毛如火 一团着了火的云一样 蹦蹦跳跳跟小四子他们玩的小马鞠 让人心情更好了 展昭手上拿着双筷子 夹着个尖角 也坐不住 站在院子中间边吃边逗小马 一旁的桌边 早起的众人正吃点心 今天不知道后厨 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尖角 众人夹着正蘸醋吃 一股子酸醋味 混着大蒜味 大清早得这么重口 白玉堂走到石桌边坐下 陈兴给他夹了几个尖角 倒了一小碟子醋 然后又去帮他盛豆花 白玉堂夹起一个饺子 闻了闻 看着陈兴 打死卖算的了 白五 果然只有你的味觉是正常的 那些人都太不讲究了 林烨火捏着鼻子 蹲在远处不肯过来 白玉堂看了看 除了林烨火死活不肯吃之外 其他众人倒是也吃得挺开心 天尊戳了戳白玉堂 看他 偶尔吃点大蒜 对身体好 一边旁御吃的那叫个用心 看价是都吃了十几个了 包颜无奈地看着他 展昭回来了 到了桌边坐下 这是旁復送来的 好厨子做的 别看大蒜放得多 味道还不错了 众人都点头 表示很好吃 白玉堂不解 谁不知道 庞府的厨子能赶上御厨 可是为什么做这么重口的饺子吃 昨晚上太师听说 庞玉撞到僵尸了 吓得不轻 他那九个妈呀 连夜起来切大蒜 叫厨子包饺子 据说呢 吃了大蒜的人血里面有味 这味道 僵尸最讨厌了 不会咬的 白玉堂哭笑不得 庞玉那一个爹 九个妈也是不容易 林夜火这时候蹦他过来了 只肯喝豆浆 不肯吃大蒜 陈心给他加了几个 他说 帅哥开口 大蒜味会被人笑 众人也拿他没办法 月牙就想着 去给他买点别的吧 却听搜梁梁 丝丝开口 听说碰过僵尸的皮肤会烂 吃了大蒜能好 林夜火斜了周梁一会儿 伸手拿筷子夹饺子 无杀大师在一旁点头 有人能降得住林夜火就行 于是 最后留下白玉堂不肯吃 众人都知道 像哄林夜火 那么哄白玉堂 吃大蒜味的饺子 是不可能的 天尊就瞧瞧展昭 你想得住这耗子不 叫我见识见识 大蒜驱虫子 据说吃一口 一年都没虫子靠近你 展昭将放着尖饺的盘子 往白玉堂眼前推了推 伍爷毫不犹豫地 拿起筷子夹饺子 众人都挑着眉看展昭 果然是狠角色 小四子乖巧地 从小荷包里 拿出一袋子薄荷糖 分给众人 吃了饺子之后 吃这个糖就没有味了 正这时 外头有人来了 歌青 赵兰 欧阳淳华和王琪 一起来的 赵兰他们大概是 从歌青那里听说的 小侯爷昨晚上又撞鬼了 于是都过来 七嘴八舌地问 赵兰还说 庞飞正荀子 找个跳大神的 来曲曲鞋什么的 这也太不吉利了 展昭乔治这几个闲人 有些不解 太学不是明天才开始上课吗 你们怎么来了 不问书啊 今天要出门去 说话间 外头依依也跑来了 跟赵兰腻在一块 聊着什么鄙视之类的事 你前两天才差点被绑架 皇上竟然肯放你出门 不怕 皇兄也去 众人一愣 欧阳少中头毛都炸起来了 赵真不是要出宫吗 赵兰指了指门外 这时就见南宫走了进来 身后是摇着一把扇子 穿着一身便服的赵真 看着就像个普通的文生 众人都望天 尤其是火麒麟 赵真出巡 自然要皇城军负责安全 他还穿一身便服 除了大内侍卫之外 还得安排人手 怎么不早点说啊 这年头当皇帝 怎么不帮忙 进天乱呢 这么忙的时候 报大人起身 赵真却是摆了摆手 免礼免礼 朕是微服出宫 众人叹气 赵真一大早 神采飞扬的 估计没什么好事 包拯看了看 赵真身后 只有南宫记一个 眉头都皱起来了 皇上 就带这么点人 有殷侯和天尊同行 赵真笑眯眯的看众人 黑水婆婆和红九娘 也说会一起去 九娘还拽了一把无疑惑 病书生不解的看了看她 这病包也去 你们要去哪啊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今天开封三子 约了江南三大才子比试 据说是寺院比试的前站 开封三子是什么 是乾坤书院的人 自己疯的而已 不过嘛 挺嚣张的 他们在哪里比试 这种比试允许的吗 包拯人不满 赵真那扇子 给他爱青扇扇风 不要那么认真嘛 文人又不是武生 武生不准私斗 但哪条律法也没说 文生不准比个字 比个话什么的吗 对吧 哎呀 那帮书生啊 小心眼啊 比武人还计较输赢 自从啊 传出四运比试的消息之后 都疯了 各种比试一出一出的来 就在城东书市旁边 不是有那个喝茶的大园子吗 叫百济园 包大人点头 百济园是开封最大的茶园 很大一个院子 里头还有好几座茶楼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十分雅致 规模庞大 大宋众文轻武 书生很多 那地方又在东街 最繁华的书室画室旁边 这院子里每天会汇聚天下文士 各院的学生 自然也去得不少 哎呀 这也不知道是谁发起的 我估摸着啊 是茶园的人 想趁机做买卖 每天啊 都有几场重要的比试 然后好多好多人围观 渐渐的就成规模了 不过今天啊 这开封三子 和江南三大才子的比试 算是最重头戏的一场 这开封三子嘛 暂且不提 江南三大才子啊 可是真才实料名声在外 多少也代表太学的实力的 等于啊 是太学和乾坤书院的 直接对决 四大书院的比试 说白了 就是太学对乾坤书院 各大赌方的堂口都等着呢 到时赌派一开 一定能赌个天翻地覆 所以 今天这场比试的输赢 很关键的 得早点去占位子 不然啊 恐怕又被挤在人群后边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